欢迎回到艾云幸福相台 我是艾云陈爱玲 今天是我们的身心灵幸福增长时间 要请到的是我们的杨丽老师 杨老师刚刚我们谈到了一个非常 很棒的可以消除压力的方法叫拥抱 可是拥抱好像似乎在东方的社会 其实在很多领域包括校园 包括办公室之间 其实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议题 对不对 对很多特别是那种 现在刚刚我问一下我们的心童是James 你说你三十年之前就不跟爸爸抱抱 你几岁了你 然后为什么呢 会被搞的心骚扰 爸爸妈不会啊 男生 小时候在国外所以跟爸妈有距离 就是那时候就已经分开 没有藏在一起 你们呢 也都没有都摇头 发觉 都摇头 我们今天的现场 有啦 小Q有啦 会给爸妈妈抱哦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老师 我觉得就是从小没有被培养这个习惯 就是说 拥抱其实是一种父母对孩子表达爱的一种很直接的方法 你看婴儿在啼哭的时候 妈妈always把他抱起来的时候 孩子会停止啼哭 所以他其实是人类在一种安全感 跟一种爱的那种安抚上面 其实他是有很大的作用 可是他这种东西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天生获得的 就是说有被拥抱过的孩子 他习惯拥抱 没有被拥抱过的孩子 这是一个全心要学习的动作 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抱很多男生的时候 抱很多男同学的时候 就是我自己的导生啊 然后安慰他们 也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大部分第一次抱他们的时候 他们的身体是僵硬的 他双手下垂 然后完全不能相应的 就是说也在后面抱你 但是几次下来之后 当他学习到的话 他感觉到拥抱非常温暖 他有受到老师的鼓励 然后有感觉到老师对他的疼爱 下次我觉得他抱起来的时候就自然了 所以是需要练习跟别一样的 可是我们怎么样的划分 那个有的时候 就是让人家不舒服 因为其实我们在教身体的自主权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前几次有谈论过 就很多的小朋友在家里 是跟爸爸妈妈有抱的 可是在某种领域的时候 当然万一真的很不幸碰到了 就有一些出发点 起行动念 动机不是很良善的 对象 那你怎么去知道 他是一个很温暖的抱 还是一个不舒服的抱 我觉得那个被抱的人 其实应该都可以知道 就是说我觉得被抱 拥抱是一种很单纯的动作 但是如果拥抱的时候 有其他的一些肢体的动作 所以其实你很快得到暗示了 就是说比如拥抱的时候 他手不是在你的那个背上 很安定的这样拍拍你 然后那种温暖的感觉 其实跟他的背在你的身上游移 或者是在你的身上 就是说抚摸的时候 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那个被抱的人 这是靠人的直觉 人的直觉其实是知道 但最重要的是 哪一种关系可以抱 我觉得那你是可以感觉到的 哪种关系可以抱呢 对哪种关系可以抱 其实你可以知道 就是说抱你的人 他有没有这个拥抱你的 这样子的一种 就是说关系之间来讲的话 就是说你可以知道 就是说这个人为什么要抱你 他为什么事情而抱你 就是说那个室友 他抱你的时候 那个室友 或者是说你们的 说话的情境 那个语境 我觉得会决定 就是说你可以判断 说这是不是一个 适当时机的拥抱 了解 其实这个也都是需要去 因为去练习 比较 才能够分出他的 一定的 对 不过我觉得最少 我们可以抱自己的家人 那是 对到自己的家人 我想是最对不用去防 对不需要去防 担心这个的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 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是 那有刚刚还有一个议题 就讲到就是那个 在那种关系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如果你遇到了旁边 有一个很会让你感觉到内疚的 常常觉得自己 是不是做错事情 那种情绪勒索 情绪勒索 其实是几十年前 就有人专门写这本书 对 可是最近这一阵子开始又好像被提起来 就是讲说情绪游戏 情绪控制 情绪勒索 怎么回事 我觉得 因为现在我觉得现代人的那个 就是说情绪的那个焦虑的那个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觉得这种 这种所谓勒索的情况 或者是说 你周边常常会看到很多低潮 刚刚讲都忧郁的人很多 其实他们有的时候 在很多的言语上面来讲 其实渐渐会发现到 那个情绪有扩散跟感染 那情绪另外就是说还会变成 我是有觉得在周边有些人是叫做情绪的吸血鬼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任何时候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那天的心情就整个大坏了 就是说他从头到尾巴都在complain 就是说那个我觉得可能比这个情绪勒索还要严重 就是说他把你整个的正能量都吸掉了 就是说他从见到你的第一分钟起 就告诉你说这人生有多差 然后他的命有多坏 然后事情有多倒霉 然后他今天遇到了又有多多 多么差劲的人士 可是我们不是刚才提到说 我们要学习做个人际敏感的人 我们要倾听啊 我们要就是人家抱怨之后 我们就不要下去 给他很多的价值判断或者建议啊 可是就是 这个就是说 你会发现到 某一种人或者某一个人 特定的人 他常常这样做的时候 这个人 其实老师说 在传播沟通学上面来讲 你就不应该再跟他 有太多接触了 可是如果他是我们亲人呢 我觉得 这还是现实的 朋友可以走开 亲人呢 那亲人的话 我就一定要 要让他好好的说 好好的说 然后我要了解 每次听完之后 你就觉得 哇 能量被吸干 被榨干了 那我觉得 艾琳一定要有方法帮助他 就是要找到他的那个压力源 他不快乐 一定有不快乐的源 可以万一是没有办法去帮忙的呢 没办法改善 我就不能帮忙的 我们只能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要说 我们请听 但是呢 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能量 能够affordable的状况下 是 因为谁也不能用期许 毁掉另外一个人 即使是亲人 都不应该这样子 那所以即使亲人 我们都要跟他说 他不是故意的啊 如果说你碰到 我好像有谱 有对象的来问 确实身边又有这样子的 有这样子的 如果是我的妈妈 我会跟他说 妈妈我觉得你最近 抱怨的实在太多了 然后你抱怨的那么多 你有没有发现到 你抱怨的都是什么样的事情 什么样的人 然后就是说 我觉得你是不是可以从不同角度 可能我就要跟他稍微对谈了 我不用建议他 但是我可能可以去帮助他 就是说去做一下子 分析就是说 我听到的 你大概都在抱怨什么 然后再讨论什么 或者是厌恶什么 其实我们听了后脉络会出来嘛 常常听 对不对 如果真的有的时候 你觉得太严重的时候 你其实是可以带他去看专业的 那是 那当然 对对对 那这很重要 我在学校的时候 常常都是因为倾听 后来发现了好几个 没有被发现的忧郁症的case 后来专者 非常的棒 了解 所以在这个时 你也可以变成他一个跳板 不一定要自己全盘的接收 可以让他可以接触到 真正可以帮助他的人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协助 休息一下 拜拜 继续